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小心一下 我还没讲完你们就马上反应很大 接下来还有一句呢 那是因为我那个 因为我请了他替我学生分享 一讲座 我说我不小心请了一个孕妇去 万一他讲的太激动了 影响怀孕的状况那就不好 而且说他假如生了出来 我还是想会比较像我 还是像文涛 你们就趁着人家又婷不在这儿是吧 咱们俩也顶不过人家家一铁人 铁人山上 我们两项 这可能我没有别的意思 因为怀孕的时候 那个baby假如来做节目 经常面对谁啊 听说会有影响的 我儿子跟你们一点都不像 不是绝对的 当年嘉辉的女儿 就曾经在《腔腔三人行》来 坐台小姐啊 坐在主持人的大腿上啊 坐在你的大腿上 坐在我的大腿上啊 几岁的时候 没错 三岁吧 童年畅生啊 到今天平复不了 所以她女儿现在就找对象就喜欢找大的岁数的戴眼镜的 毕竟都是有影响 主要是像这是跟爸爸有关不是跟你有关吧 几乎所有女生在某个阶段都比较向往 年纪比较大的嘛 因为为什么 因为年轻我们谈过啊 小鲜肉嘛 很多事情没得满足他们嘛 对 所以你不要以为小鲜肉是今日世界的这个潮流 要照我说呢 今日世界的潮流啊 是老炮都出来了 你说是不是 老司机嘛 对 老司机 老司机 对吧 多年无照驾驶的经验 我告诉你 理由是什么 因为无照驾驶的经验很好 另外呢 因为道路 生命的道路越来越复杂了 只有老司机懂得生命的道路 哪里转弯 现在新无人驾驶了怎么办呢 现在新无人驾驶了 就是单身也可以了 怎么样呢 人家自己都找一金子裤头 这不行 这蛇无头不行 这个就连美国也得有个总统 对不对 再自由 我说你看美国就是 你们光注意到一个特朗普 光注意到一个希拉里 没注意到这个岁数都不小了 都快70了 我注意到了 一个69 一个70吗 对 我还注意到 我这次看这个录像啊 我觉得希拉里身体是有点 是的 是的 我昨天看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 川普说特多的时候 他就那有点呆了 对 我特别善于观察 领导人的身体状况 知道吗 就是你注意他 他不会说他到后半截才腿了 希拉里在一开始讲话的时候 眼睛老闭上 老家讲一下 你再看他一开头 哪怕是开头 按说最精神的时候 讲一下眼睛就 讲一下就这样 他是在看东西吧 他眼睛往下在看东西 不是 其实那是一种啊 精气 不振的 我觉得一种表现 老中医又开始了 但可能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以前吧 他一讲话就咳嗽 就跟我那时候一样 他昨天90分钟没有咳嗽 可能是不是吃了什么药 然后犯困 我也想到了 你难保这种啊 他要嗝儿了怎么办 来了 那完了 咱可以看看啊 这一场这个就说 美国比美国春晚超级晚的收拾率 恨不能都高了啊 穿的跟结婚似的 吵的跟离婚似的 哎 你瞧 中共网友太会听了吧 我老觉得这个 这个特朗普你别说 他上台时候做出那个表情啊 感觉他幻想他是007 有点那么个男人的 那么个坏坏的劲 你再玩 而这个这个希拉里一直在笑 你看 说表情包嘛 这个不愧于这个雅号 然后你再看 这个 哎 希拉里一直是在这样笑 你 我觉得就在他这几 这几十天之内 他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我有这种感觉 你再往下看 哎 人家就说了 吵的跟离婚似的 但是美国人就是这样 fair play 还是握手的 对吧 然后你再看下边 不仅这俩握手 老公 克林顿和女儿 也在现场看 然后你再看 特朗普这一家啊 他的这个大长腿啊 美妻 哎 也在底下看 你再看 你瞧 这是 家属上场 两个家属 互相之间也这个握了手 其实不太礼貌的 通常不应该男女 不应该握得这么紧的 是轻轻的碰的 一般的 他们可是他们本来就认识 还网上还有一张 那个合照嘛 就显示他们特别亲密 还搂肩膀呢 对啊 而且特朗普 你听说了吗 有点鸡贼的 那个观众席里啊 他特意选了一个 说是当年成任 跟克林顿搞性丑闻的 一个女的 这个事情要去澄清 就扰乱军心 他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 我觉得就是他后来 其实没有请那个人 他事先放话 说要请那个小三嘛 就所谓的 就是这个小三过来 坐在第一台 让人家里看 我当时想 这也太渣了吧 我就觉得你这种人 都能当总统 如果使这一招太阴了 但后来呢 他的幕僚就说 那个人没答应来 他们也没准备请 而且特朗普在 后来跟他辩论的时候 还讲到了一句说 你看我多么的人道 我多么的宽容 其实他在说 我没有请他 他是故意说 我没有请他 但你一直在攻击我的家人 他在说这个 要叫我也不请他 我请莱文斯基 绝对把希拉里 莱文斯基 莱文斯基肯定不会愿意来 因为在这件 他在希拉里参选之前 你不觉得 莱文斯基已经被摆平了吗 他有一段时间 不是出来写文章啊 什么的 莱文斯基那个演讲 讲得相当好 他绝对已经把这件事情 他知道是他竞选当中的 一个地雷 已经让他先炸完了 他好像对不回来 摆平了 坦白讲 从重想之下 必有勇女嘛 你给他 我给你五十万美金 克林顿的那些女太多了 而且找他 莱文斯基来 还不止坐在台下 还要给他一根雪茄 叫他咬着 你不点就行了嘛 就那个 莱文斯基 还要穿蓝色的裙子 对吗 还要穿蓝色的裙子 而且刚说 那个川普 那个翻译 特朗普 我们也叫川普 也叫床破 香港叫川普 是说他 他说不请他 他也很狠 他说 我为什么到最后不请 我是为了你们女儿着想 我知道克林顿跟Hillary 你们女儿会在 我不想他太难看 难看 这不是故意的吗 好像我知道 你的这个死穴在那里 其实我就放了你似的 他后来好像说 他会考虑第二次会请 他说要还 可是我那个 那个看法 很少跟文涛是同意的 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 昨天我爬起床看 一看第一个我好怕 就是看到真的 Hillary一开始 完全精神不集中 对 而且完全看不到 我以为是灯光 打灯光 看不到下面 精力不够的样子 我当时特别怕 他就一头就摘倒了 完了 而且反应有时候 有一秒半秒的 在那边耿住了 你觉得他反应不够 所以你光注意 是什么要想出个女总统 你没注意 要想出个老总统 这岁数 他们俩如果宣誓就知 一个是69 一个是70 都不行 跟奥巴马那时候 那种年负力强都不行 按道理没有问题 雷根 李根 李根 其实都当总统 当然重点是说 经过了 Clinton 也经过了 英国以前的首相 那个谁 Tony Blair 也很年轻 然后奥巴马 很年轻 经过了大家 看习惯了一个年轻的总统之后 回不去了 习惯了那个形象 已经没办法再接受 李根 那个 那个形象 所以你看 我就跟你讲李根 我就想起啊 李根当年这个竞选的时候 有个名言 因此大家都觉得 说这个辩论的时候 就包括像我们主持人 有些人很佩服 所以主持人 急性反应这么快 我今天给大家 介绍真正的秘密 实际啊 你要有准备 至少你得准备一半 没有准备 你也就没有急性 是靠不住的 就是你包括 比如希拉里讲的很多话 他是有准备的 所以比如说 才能够对这个特朗普啊 反隔一击 对吧 特朗普 特朗普我觉得有点像班里 那个不好学习的孩子 就哎 你准备了 你准备了 希拉里说 我是准备了 而且我还准备 当美国总统 这就是事先想的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呢 就这个李根 当年跟他的这个辩论对手 也是辩论对手 就攻击他 说你都什么岁数了 你这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李根就说 哎 我不会这个拿年龄 这个问题来炒作 正如我不会说你 年纪小 没有经验一样 说的连他的辩论对手 都乐了 所以就李根的这种 会来事 你知道吗 他会幽默 昨天特别有趣 就是后来在网上的 那种网民调查 网络民意调查 都认为是川普赢了 但是专业机构 做的调查 都认为是希拉里赢了 而且是大比分 专业机构是 他去访问那些登记选民 就很严肃的 而且你每个人只能 让你只能选一次 希拉里是百分之六十几 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 认为是川普赢了 那网上呢 就完全是相反的 后来他们说 可能是因为 川普其实确实表现的 有点问题 反而激发了他的粉丝 去网上狂点 他那个网站是 就是开放式吗 你点多少次都可以嘛 就那样 而且川普 我昨天感觉 就是希拉里 你刚刚说准备 希拉里是准备的太多了 他所有 都像他就是用的长句子 那个排兵布阵在那里 就是围了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局 而川普呢 就是太不准备了 可能他再多准备 他好多问题 我觉得他根本就 什么外交政策那些 都没想 然后就在那 不断地去攻击 他是攻击型的 不断拿个枪在戳人家 这样 哎呀那样子 上船下跳的 后来跟主持人还掐 就一个准备太多 一个准备太少 可是川普的 怎么讲呢 他的优势 一直不在于准备 没错 他适合单人修 不适合像这种 昨天对他是很有利的 我昨天看呢 开始替Hillary担心了 为什么呢 我昨天看川普 想到梁文道 为什么想到他呢 那个 因为啊 这是坦白讲 我必须承认 因为川普讲的观点 我们看文字 什么觉得 胡说八道嘛 很恐怖 恐怖的人 没品的人 像奥巴马说他 indecent 没品翻译为中文 可是我昨天是真的 第一次静心的 安心的做嘉宾 听他讲话 他跟梁文道 有一个什么特点啊 过去的发型是一样的 声音 那个声音啊 不高不低 有股魅力在里面的 我一听川普 我一听 听了一两分钟 突然醒一下 我怎么听得那么怒迷啊 完全被他带着走了 有时候在这里也是 为什么我跟文道一搭档 有时候我没反应 做嘉宾 太好听了 那个声音是有催眠的作用了 不管他讲了什么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或者说我都懂的东西 可是他的声音讲出来 完全把你带进去 然后那个时候 你迟迟不会在意 他讲的内容 你就听进去 我担心很多的 美国观众 投票的人也是 以前 这个疯子 发神经 可是这样听着他 有没有 对他的好感会有的 所以到最后 在投票 经过两次三次的辩论 我担心会有这个影响的 我对你的这个说法 既同意又不同意 同意的是 我觉得就是说他适合 他确实很会讲 因为他都用短句子 我能想象就是说 他如果单人秀的时候 在那里 他一个人讲 下面的人绝对是被他给控制那种感觉 但我昨天也是静心 就像你一样 仔细听 我发现他逻辑好乱 就是那个逻辑是 就是转 在说什么 那个网络安全 突然说我有个 我有个十岁的儿子 他特别会电脑 后来就绕不回去了 就那你说你儿子干嘛 然后我觉得西大里也有点 听着听着有点 说啥呢 我跟你说 你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古画 它有几个评价标准 在古代有几个审美标准 叫谢鹤六法 有六种 比方说啊 有这个布局 就是你画面的这个布局 你的这个骨架 哎 怎么样合理 怎么样 但是这些不是最高的 说第一条标准 最高的标准呢 那简直是不能学到的 是吧 叫什么 气韵生动 你看特朗普 他没逻辑是吧 哎 他很生动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 义军 你说说他们这次评价怎么样啊 你说整个辩论是吧 大家就觉得说 不我 就我个人的话 我看了当然 有几个 一个是他们的观点 怎么去交锋 当然就是还有一个 我特别 就我特别关心 大家很多人 在历次总统 就是美国总统辩论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数 多少次提到中国吗 但昨天我发现 就也中国媒体啊 也有人在说 但是呢 大家还是更多的集中于 他整个层面上的这个政策 我觉得这个挺进步的 就是说 以前我们老是带这一种 人家说我了吗 人家说我了吗 但这次呢 就是没有好像 那么刻意的去找 而是更多的看全球的 就是这个影响 本来嘛 他国内政策讲的多 但是昨天确实说到中国 我觉得是特别要给那些 以为川普上台 会对中国好的人 我觉得是当头一棒啊 他要 他叫中国去攻打朝鲜 他说go into North Korea 然后 但后来他的幕僚就去圆嘛 说他这个意思 不是让中国去 而是说要中国 去关注这个问题啊 要怎么去管 但他用的是go into 又不是go after 一定就是在美国都很大 就能说我们 我有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现在的美国人 就投票的 你们都在美国待过啊 他们 比如说年轻人 对投票选总统这事 是认真的吗 我觉得你有权利 当然就你认真不认真 你都是有这个权利的 所谓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他们是不是看脸 或者看个性 而不看政策 是这个意思吗 不 我认为 我跟你说 我如果假想是我 要是我私下里的 但不是说公共媒体上 私下里我的性格 我跟你说 我就是个 我就是个看笑话 看戏的人 我是个是个厌世的 会有厌世倾向的人 或者是个玩世不公的人 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会投川普 你知道吗 就表示 你知道今天就说 今天这个年轻人 他们那天讲说这个 说中国的这个大学生啊 什么90后啊 说你问他国家总理是谁 那有几个能说得上来的 什么的 我跟你说 你以为只有中国的大学生 是这样吗 他们说美国的孩子 就同龄的这个孩子 全世界的青年人 不关心政治 是一个现在非常 怎么说呢 我不能说多么主流 但是是非常明显的特征 他们就是社交啊 是过自己的日子啊 不是 你们这些 这次你看 那个谁 那个桑德斯本来 不是也很有希望的吗 多就年轻人 大部分都是去支持他的 很多年轻人会把票 原来都投给了他 而且他没上 那个辩论会 大家都都都都都都很失望 还有一种 而且你说 而且你刚才说 那种不负责任投票 也是正常的呀 为什么谁告诉你 投票出来一定是一个 谁说什么叫理性 谁不定谁的理性 就是说 所以我问认不认真吗 就是说 谁的认真 谁的理性 对这事要是根本就不在意 无所谓 你也可以不投票 那也许可以投一个好玩的 我为什么不投票 好玩啊 你知道吗 这个里边就有一种 不计后果的 这么一种游戏的 这种思维 他也可以计后果 先说年轻人的政治态度 在所有的投票选举制度的社会里面 年轻人都是不如我们期待的热情的 因为他的生活有其他的方向 对不对 所以一定会有这种抱怨 年轻人对政治麻木等等 到过来呢 假如我们发现一个社会 好多年轻人都觉得 我们有阶级要投票 要什么什么的时候 那个社会通常陷入一个危机里面 一定是出了什么大的问题 五十运动 因为美国每一次总统投票的投票率 其实都有只有百分之五十多 都不是很高的 因为他没有重大问题 特别年轻人的这一群 所以当全国去做一件事 或者说读一本书 或者说这个拉格的时候 那个社会其实是很特殊状态的 在我们一般所谓的平常 寻常正常状态 不会这样子 然后倒过来说 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 假如他投给Trump 不一定是为了游戏 不一定是为了那个 可能是策略的 我告诉你 之后经过昨天那个 在英国的Twitter 还有社交网站 会讨论一件事 因为他们有左派 英国的左派 美国的左派 这是搞社会主义运动的 左翼工会运动的 他们马上开会 因为看起来他们觉得 Trump还是会有可能上台的 然后讨论 他们都是强调公开 把很多讨论的方向公开出来 其中一个公开是说 不如我们发动一个 支持Trump的运动 为什么 让他上台 因为Trump代表什么 代表在他们的说法 最恶劣的资本家 OK 他们就说 不管 你什么移民 把他挡住 什么我们要美国第一 欧洲什么 要我们参与 你们要付钱 中东我们把钱拿回来 把钱投资等等 我们把一个这样的人推上去 而且非常没品 让大家看到美国帝国主义 最坏的一面 所以就有利于我们走异运动的推展 而且全球走异运动 等于说这个不一定是 像你说完事不公 你说 你像这个辩论的时候 希拉里不是攻击这个特朗普 就说你说奥巴马不是美国人 是吧 然后特朗普一直 也是没准备嘛 他怎么反应啊 他不是我说的 是你说的 然后人家英国卫报 马上就拿出来 就胡说八道 就从来没有任何证据 说是希拉里说 就这么一个大嘴巴 我觉得好可爱 这个大嘴巴 他们两人辩论的时候 同时所有的美国媒体 就是主流媒体 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fact check 就他们俩说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实昨天希拉里表现 最好的就是 关于他那个邮件门的事情 他直接就没有再去争辩了 就说我就是错了 It's a mistake 他说了 因为之前他其实 也撒了很多的谎 愿我愿黑 他这时候干脆说我错了 川普为什么会跟 那个主持人掐呢 就是因为他确实 好多事情 人家已经fact check 说过你这个是不对的了 他以前有支持伊拉克战争 他又说没有这样那样 然后跟他掐 我觉得川普特别像我 就我见过的 有一些中国的 就是商界人士 就说他生意 你想说陈光彪吗 他就是已经 就说他们比如说 做某一个公司比较成功 或者什么成功以后 他就有一种 特别想看全球 就是他会把自己 放在全球战略上 觉得说 全球不就是像 我的公司一样吗 他特别喜欢 谈论这个国际问题 把他的生意之道 放在国际观 这个世界观里面来讲 他不就是这样吗 他他据说有人给他做外交政策的 那个那个叫什么建议的时候 他问了人家三次说 我们有核武器 为什么不用 我们有核武器 他有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 他就是说 我做我跟人做生意 就是如何能吸引到别人 如何能让别人觉得这个最大 这个最棒 他说我管这个叫诚实的夸张 你说成功表 美国成功表 川普 这到最后这哥们聊的 我居然说是 我为什么该当总统 西拉里不该当 我性格比他好 我就是能胜利的那种性格 我就能赢 而且有人买单 像那个Hillary 讲到一个东西 恭喜他 因为他在Hillary民主党的广告 也做过的 他找了一个以前替Trump 来承包工程的 做他的俱乐部的人 那个人被他弄到几乎破产 因为收不到钱 然后那个人替民主党做广告 替他做了多少功夫 几个月 半年的工程 没有收到钱 Hillary在辩论里面就提出 好多人比方说 那个什么先生替你做了 收不到钱 你那种伤人就欺负别人 你的所谓成功 建立在别人的波失缺痛苦上面 等等 这样攻击 那Trump我觉得回应的 也是赤裸裸的 像个基本家的逻辑 他说是啊 我没付钱 因为我觉得他不好 做的 等于他做的不好 我就不付他钱 有人买单 重点是有人买单 他们还说 这个Hillary跟他说 说你那个偷税漏税 这正是我的聪明 他说他要公布税单 他说我要 对 我的律师叫我不要公布单 恰恰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已经刚才还讲的朝鲜问题 对 我刚才说就是很多人认为 就是川普上来以后 他会很 就是因为他是商人嘛 他就会就说对中国好像就会奖励 所以对中国好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看他昨天他就是说 他说中国要go into 那个朝鲜 听上去字面意思就是说 中国要去进攻朝鲜 那不是开玩笑 朝鲜是我们唯一的军事联盟 你这是 就是说明他的外交政策 整个是乱他不明白 然后呢 还有你看他昨天说到那些什么 气质啊那些事情 所以你就注意到 西加里在整个拉票活动当中 都不穿裙子 一直穿裤子 我觉得可能是美国人的 这个观念还是 他就觉得美国大众还不能接受 一个穿裙子 穿高跟鞋的人 做三军统帅 你看他昨天穿的那个衣服啊 跟那个默克尔 那个朴槿惠都一样 那女的都是 一个非常修身的 比较长的一个上衣 和铜色的裤子 对了 领导人都穿成那样了 我就注意到 一般平常我身边女孩 穿的这个西装上衣啊 是没有盖住屁股的 但他们那个特别长 穿的总是像男人的西装一样 特别长 而且只有英国现在 那个Torisa May 还敢穿豹纹的鞋子出来 所以就是英国人还是比较 比他们更能够接受 一个女领导人 领导人不一样嘛 像文涛你说 你认识的女孩子 都没有盖住屁股的上衣 你认识的都是 20到35之间的 那不一样嘛 你给我增大的年龄 我也那么老了吗 然后那个Hillary 到了70岁 70岁的女人啊 男人也是啊 不能不穿 盖住屁股的外套的 因为那个肉松了嘛 肉松了 你保持到战事怎么好 你不穿啊 那很好笑的 我觉得我们的境界 比特朗普也高不了多少 不是 这政治那个 所以他们每一个候选人啊 美国总统 都整形嘛 你跟着整得不得了 你跟啊 你跟那个整 那Hillary 你没看到吗 他现在是因为啊 前一阵子好像生病啊 就突然恼了 可是他每半年 就回穿一次了 你看到他每半年啊 是吗 但像他昨天也 其实蛮容光换法的 他不是穿那个红衣服 想得脸是粉红粉红的 没有嘛 你看到那个比较紧啊 靠什么回车 我问过一些美容医生 问一些医学界朋友吃饭 他们都很好奇嘛 很好奇 要看他什么技术 没有这个基本的嘛 打针啊 这个那个 反正你看那个cycle 那个循环 每半年啊 你看他 突然容光换法 皮紧啊 然后突然突然没有维修 好像汽车嘛 没维修 半年后 又残掉 突然恼好多 然后突然又 又回村 对 美国人确实 总统大选辩论 是看脸看得比较厉害 而且美国人确实是 电视辩论 这个事情是他们就开始的 英国人呢 他虽然就是 民主传统 要比他们更早了 其实 但是呢 英国人电视辩论 比他们晚了50年 然后呢 特别好玩 就是在大概 08 09 10年 就这几年嘛 突然间就是特别流行 就是领导人搞这个电视辩论 伊朗都搞了 那个时候 香港不是当时 曾英权和那个俞若威嘛 也是来辩论 然后我坐地铁的时候 看到所有香港人 在那边看 大家喜欢看 他们知道 就是说这个辩论 其实改变 不太能改变 他最后投票的这个结果的 除了那次戈尔和那个 那个小布什 因为戈尔表现太傲慢嘛 所以那个小布什的 那个支持率是有 就有明显上升 但是从 对 但是从92年到最近的 就是你看到 其实不太能太改变 他最终要投谁 这个东西 你看我是搞电视的 我就站在大众观众的 我就认为电视辩论这事啊 纯粹是让大家看看 精气神 你知道吧 这俩 他有谁 貌似占了上风 或者谁啊 一直在微笑 比较有风度 大家最后记住的 就是这样 可是你不觉得 让他们 大家说清楚 也是很重要的吗 你说的清楚 我们听不清楚 你其实电视这种东西 就是他就是一个浅薄社会 生出来的一种 一种媒体 自打这玩意出来之后啊 就没有什么严肃的 政治辩论 可是民族的本质 就是要大声说 一定需要阅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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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